大家好 素三文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 Mrs. Chen德語小教室 多謝大家的鼓支持 其實這個Mrs. Chen德語小教室 純粹是我想考慮我這幾年學德文的時候 有什麼小的位置或者有什麼基本的東西 是未能解釋到的呢 我就想透過這個德語小教室 去令我逼自己做多一些研究 逼自己去探討多一些 不同德文字的用法和他們的變化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字是什麼呢 就是Sonsed Sonsed這個字通常在A1、A2已經接觸到 但可能它只是用到Sonsed這個字本身最多三個 或者最多四個的用法 其實這個字可以有很多不同 很多千奇百怪的 或者是層出不窮的意思 加這個Sonsed進去都會有不同的味道 所以今天就想和大家探討Sonsed這個字 有什麼不同的用法 第一個想介紹就叫做生活上的Sonsed 生活上的Sonsed就是叫做超市Sonsed 不如你去超市逛街 或者是超市逛街 如果你去超市買菜 或者是去市場賣東西 你就會聽到很多都說 有什麼東西想要嗎 沒有東西就付錢了 德文我們會聽到是Sons noch etwas Sons noch etwas 或者是Sons noch Wunscher Sons noch Wunscher 或者是Merschtensie Sons noch etwas Harben 或者是Without Harben 或者是Darf es Sons noch etwas Sign 還有沒有什麼想要 其實這幾個字1 2 3 4 都是代表著還有沒有什麼想要的意思 Sons 我會覺得它的意思是 就是Anything else 還有沒有什麼想要 你通常會聽到一個答案就是 Dass war alles Danke 就是這麼多了 謝謝你 或者你通常會聽到一些人 那些人就會說Dass war's Dass war's Dass war's的意思就是 一個口語的Dass war Alice 那些人就把這個字串起來 串起來 那就叫做Dass war's 是這麼多 是這麼多 這樣的意思 好 接著之後 我們還可以用到這個字 Sons else Vast Cernanvier Sons noch Tune 譬如我們昨天做蘿蔔糕 好像做壞了 我就問我的朋友 Vast Cernanvier Sons noch Tune 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 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 去打夠這個蘿蔔糕的意思 其實蘿蔔糕是成功的 第一個Sons 就是一個叫做飲食超市Sons 就是你們生活上都會經常聽到 Sons 配一個Zou Sons Zou 現在不能派對 和不能認識新的朋友 通常以前去一些聚會 可能會認識新的朋友 那些人就會問你 Vast Mastu Behooflisch 當然會問你 你叫什麼名字 你做什麼 我就會回答 H.B. Tans Pedagogum 我是教跳舞的 假裝覺得有趣 是不是都會說 interesting 因為他不知道是什麼 就是interesting 然後我們就會在那裡交談 你在哪裏跳舞的 你教什麼的 教小朋友還是大人 又會說阿倫 blablabla 然後那個人就會問 Und? Vast Mastu Sons Zou 如果你除了是教跳舞 你還會做什麼的 這個意思 Vast Mastu Sons Zou 然後我就可以回答 I estudia noch Arne Desport學習 等等 就是說一句廢話 我也想帶出 Vast Mastu Sons Zou 除了你之前所說的 外你還有沒做什麼 所以下次 如果你認識新的朋友 想知道更多他東西 都可以用這個 整個問題 With Sons Zou 有時我們會在WhatsApp的對話中看到 你會收到訊息 Song so 意思是怎樣?死得了嗎? 是否都是這樣的意思 如果你是親密的朋友 你回答就可以這樣 Song so 還在寫我的論文 挺好的意思 Song so 的同意詞 你也可以說Alice klar Alice goodbye dear Na Alice fit 你看我之前的影片 也有說過十句 令你德文入門一點 德文貼地一點的影片 也會說Na Alice fit 我解釋過這裡的人 是不會說Guten Tag Guten Nag 通常會說Na 來做一個問候 這個Song so 也可以算一個問候 但比較近一點的問候 你看 那Song so 是否都是這樣 怎樣的意思 到了這個 金錢上的Omsong 金錢上面我們用到Song 通常這個詞語都會在A1 A2 就是免費的 一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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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想說 Va der Lockdown Omsonst 其實 之前11月的Light Lockdown 是否真是徒勞無功 因為 Lockdown 少許又沒有Lockdown 之後數字 不斷發聲 現在 一定要有一個Hard Lockdown 現在數字都不斷升 現在Lockdown 也沒有用 其實之前的Light Lockdown 是否沒有用 我就可以說 Va der Lockdown Omsonst 其實 Lockdown是沒有用的 這個意思 或者是 Diganzer Arbeid war Omsonst 例如我昨天可能做 一些工作是做到12點 然後 早上 老闆就說 不行 不行 這樣 他就說 你要重做 我會說 Diganzer Arbeid war Omsonst 昨天做到12點 都沒有用 很廢 今天都交不到 老闆又不滿意 Omsonst 的意思就是 徒勞無功 白做 白走一堂 所以這個是 金錢上 或者是 勞力上的 Sonst Omsonst 第四個 Sonst immer Visonst 或者 AuSonst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經歷過 或者想過 我有多了 時間 比平時 比平時 這個字 我應該怎麼說呢 有特問 比的比起 Als 平時 平時怎麼說呢 No Malerweiser Als No Malerweiser 超奇怪 都不是這樣說的 德國人應該不會這樣說 所以有時候我會說 我比平時多了時間 但我就會說 Als No Malerweiser 但其實是不對的 錯 原來比平時的意思 是一個字都可以搞定的 就是 Als sonst Als sonst 不如我們看一下 這一邊的例子 答答答 這會比較 正 正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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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s No Malerweiser 我今天才喝咖啡 因為我來這裡 你有咖啡機 然後你有很漂亮的咖啡豆 所以 我今天特別 才是喝咖啡 我平時 只是喝茶 所以 這裏就是 額外 就是 Als No Malerweiser 就是額外 有一段影片 是 你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說 Its No Malerweiser Its No Malerweiser 我平時只是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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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Here is No Malerweiser Sonst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記得 去年這些時候 就是 東南亞地區 或者香港 那邊 剛剛爆了 Corona 其實我回到這邊 之後 其實大家都好像沒什麼 因為還沒爆 好像只有10宗 10宗 10宗 我媽媽就問了 為什麼 德國那邊 我就說 Here is No Malerweiser 這裏跟平時一模一樣 意思就是這樣 Werisens 就是 好像平時 一般 這個 Werisens üblich 其實跟Werisens一樣 但只不過是 正式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例子 Demeisen für Einsteigungen werden nicht wie sonst üblich in Präsent Sondern die Gitarre stattfinden 意思就是說 很多的演出 都不會是好像平時那樣 好像平時那樣 是會面對面 好像 Present 就是 不會是現場的演出 而是 它是會電子化 網上進行的意思 所以這就是比平時那樣的意思 As always 我們看這邊 就是 Ich habe in diesem Jahr mehrzeit auch sonst 意思就是說 譬如 Colorona Lockdown 我就不用教課 又不用上學 我就比起平時 是有更加多的時間 我就可以說 Ich habe in diesem Jahr mehrzeit auch sonst 記住這個sons 是代表平時 所以就不要用什麼 Normalerweise 或者是 我不知道會用什麼字 就這樣用 就完美了 Eskip Verklisch mehrtuter auch sonst 比起平時有更多的死亡個案 就是上幾個星期 德國的肺炎死亡率也挺高 好像平均每天都有1000人死 那樣 新聞很多都說 Eskip Verklisch mehrtuter auch sonst 即是比平時有很多死亡個案 這個意思 也可以說 Unders auch sonst 比平時不同 Unders的意思就是 Different Different 比平時 那樣 譬如 我可以說 2020年 Leuf alles etwas anderes aus sonst 或者是 2020年已經過去了 我就可以說 2020年 Es alles etwas anderes aus sonst gelaufen 所以說2020年 它是比平時 是很不同的 很多東西都 那很多東西都 Aus sonst 這個字 其實可以放在 句子的入面 或者是可以 在gelaufen之後加 就會是比較 比較 所謂叫 Undersprache 他們通常都說 2020 Is alles etwas anderes gelaufen aus sonst 這樣都可以 你看 他們都會明白 或者我看到某個人 他怪怪的 好像行為上面有些奇怪 我就可以說 他比起平時的 行為有些怪 都是比起平時的 Aus sonst 今天介紹了這個 比起平時的 Sonst 又介紹了這個 金錢 金錢Sonst 或者是 吐勞無功 或者一個叫做 對話Sonst 就是問你 你還做些什麼 還有第一個 是超級流行酒店 我還有下一集 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 Sonst 還有幾種用法 就留意下一集 我的說明 family いなら 到下一集 很快就看到 我看到了